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抗战 因为对于柯文哲主席所展开的政治上的攻击 司法上面的追杀 绝对不会因为今天的结果而有所停泄 会不断的持续下去 会不断的持续下去 面对柯文哲主席从上个礼拜五的清晨 遭受了70个小时连续配合调查以及征讯 台湾民众党全党上下 相信柯文哲主席的清白 同时绝对支持柯文哲主席 捍卫他在司法程序当中所有的权益 我要特别的指出柯文哲主席非常清楚的知道 从上个礼拜五赖清德政府 对他开始展开了如此的司法追杀攻击之后 不管今天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的结果是什么 柯文哲主席非常的冷静 非常的沉着 他知道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抗战 因为对于柯文哲主席所展开的政治上的攻击 司法上面的追杀绝对不会因为今天的结果 而有所停歇会不断的持续下去 因此柯文哲主席跟本党所有的党公职 我们都非常清楚接下来所要面对的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